我是一辰 我是一辰 一辰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是在用一个 不较轻松的态度在看一些 真的还蛮严肃的一题的 然后大家去看的话 我相信会有一些感觉 好 谢谢孟小月 我至于拍完到现在上一格的一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去年的11月5号看看的 但是因为我们前 人生历不熟的超市 或者是在冰天雪地的湖外 孟小月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画面 我们到了瑞典 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叫阿洛斯区 然后它是北方的一个小镇 然后我们的司机 接到我们的司机第一个 他就跟我讲说他叫索尔 所以我第一个人就遇到一个叫索尔 你一生来的 对 好 我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去了超市场 遇到了一位七八十岁 可能更老的老先生 然后他看到我们在台西 然后就看到就是 哇 这些人在干什么 这些人是人吗 然后我 他们的幻境的时候 稍微跟他聊了一下 然后说我们去台湾来了 然后他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从他那里后后的眼睛 然后啪 再放了光芒 然后他又回到了好像 30甚至40年前 他说他去过台湾 真的吗 对他 他坐船 他以前是水手 因为那边的人跟他们的海 有非常非常大的间接性 他们的生活 他们瑞典附近 好像有一千多个小岛吧 很小的小岛 然后所以 其实大家不一定 住在瑞典本岛的人 他们会 住在自己的小岛上 然后就滑在自己的小船 然后这样做这样子 所以那位老先生 他说他很久很久以前 到过台湾 然后坐了六个月转吧 到了基隆 他说 去基隆 基隆 高雄 都去过这样 是 对啊 所以 那个时刻非常非常特别 是很奇妙的缘分 很奇妙 但你跟人家说你是台湾人 其实没什么说服你 你知道吗 对 因为大家还以为说 你是本地人吧 对 好 来自台湾的凤小岛 没想到遇到一个千里迢迢 也来过台湾的水手 所以那个时候 那些心情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跟瑞典好有缘分 对啊 那天刚好 那天刚好好像是 一群老人会 一礼拜约在 超市购物的一天这样 在购物 在采购这样 对对对 了解 很可爱的一个回忆 一诚呢 在瑞典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我记得的除了非常冷之外 非常紧 然后仿佛可以听到下雪的事情 是是是 还蛮夸张的 然后另外一个印象 比较深刻可能就是在 其实看不太到公布边际的这种所谓的路上 我们看到很多就是 因为白雪茫茫茫 所以可能不晓得这个距离来 它会有树一根一根的棋干 但是呢 棋干上面有的时候会有一条布 有的时候没有 我就问当地的资金 这是做什么用的 是 是 她说的是如果有人撞到迷路的话 她就在旁边最靠近的 棋干上面 几块布 然后会有人来猎杀那只鹿 可是为的是帮她 赶快结束痛苦 了解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状况 你在台湾口可能看到 就很特别的一个文化体验 是 是 所以你看到布的时候 就发 就她曾经发现过事情 就懂一下 啊 了解 这真的是不到那里 还不知道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民宿的风情 那跟副导演合作感觉怎么样呢 副导演很随意 因为她姓傅 所以她永远都是副导演 哈哈哈 她又不姓真 真倒霉 对不对 永远都副导演 跟副导演怎么样 这是第一次合作是不是 是第一次合作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 你记得吗 我们去年 第一次大家三个人 一起见面是在 对 就是在台戏 台风夜 也是台风夜啊 有一个超大的台风 是 读本 读到一半就停电了 哇 哇 真的就是很有缘分 有没有碰到西部风雨交加的日子 听起来蛮有爆发力的 风雨生心情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因为其实露晓月呢 她自己身边 在这部剧友之后 其实我就知道自己会需要做一轮串 类似进厨房的准备了 只是那个时候比较担心是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去实习 那刚好我们合作的 Foodie 旅行餐厅那帮人 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空间 让我去就是 去餐厅 当小弟 基本上是收盆子 然后看洋葱都一开始都还没有切到 是看别人切洋葱 是 然后 了解他们层层里面 动线啊 练刀啊 然后去他们的农田 看他们的田啊 为种菜啊 杀水啊 然后就越来越多 大概做了一个多月吧 然后就慢慢慢慢做 就会 会有一些心得 然后就会发现自己可以 越来越 轻松去投入 故事里面的角色 太棒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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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会 所以那个时候就都是 都是在做菜 对 然后在这个厨房里面要吃灰肉定的 在那里喊各种出菜的名字 很有架势耶 那些戏拍的还顺利吗 还可以 还可以 当然在实习的时候 那些口令不是我喊的 你知道吗 ok 然后但是我看到就是一个餐厅 它 他们会有所谓的rush 就是忙的时候 比如说午餐啊 或者晚那个时段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整个餐厅的人 在做菜的时候 会越来越生气 然后火开越来越大 然后叫得越来越大声 然后越来越没有耐性 然后大家都 不要啊 不要啊 然后终于忙完了 然后 然后下班 然后隔天再班 然后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 那股能量 他们觉得好像是 他们的兴奋剂还是什么 是 很多人做餐厅就是 图的就是为了这个感觉 了解 陪到你